家里健康关怀维护您的健康 各位观众又到了我们住在LA的家里健康单元了 希望透过这个单元您对您的健康和疾病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男人一定要知道的前列腺癌 到底什么是前列腺癌呢 谁会得到呢 赶快来请教我们的专家 他是一位内科专科医师 同时也是嘉莲医疗网的签约医师王企业王医师 王医师您好 您好 大家好 这是男人都必须要知道的一个疾病前列腺癌 到底前列腺在哪里 王医师你跟我讲解一下好吗 这边有一个简图告诉我们 这个前列腺在盆骨腔里面 它的上面就是一个膀胱 那后面就是一个直肠 还有它包着那个尿道 所以前列腺它最大的功用是什么 它的功用有四个部分可以讲 第一个的话是它是那个外分泌 它本身可以分泌一些那个前列腺癌 那个癌的话当然可以跟那个男性荷尔蒙有关系 那第二个的内分泌的话它部分呢它的功能呢可以分泌一个叫5α还原酶 那个还原酶也是跟那个男性的搞完那个痴性和荷尔蒙那个心情 组合有关系的 第三个因为它包着那个尿道旁边 它本身就是一个尿道的壁 所以它就是帮忙那个排尿 帮忙男性 那最后一个功能呢 因为它那个前列腺后面后方呢 它有一个叫鼠筋管 鼠筋管的出口 在它在后方的地方 后方的地方它就帮忙把那个精液送到那个尿道 所以它有四大功能 那我们知道前列腺癌呢 在全球癌症的这个发病当中呢 是排行第三的 OK 表示它是很常见的一个癌症 非常常见 那到底什么是前列腺癌 它对我们这个男性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呃 前列腺癌呢 是在美国来讲呢 是非常高的 占了46% 就是说100个人当中有46个男性 会有这样子得到前列腺癌 也不是这样讲 它有占所有癌症的46% 哦 占所有癌症 OK 然后它这个占了所有的每年的死亡率 有14% 哇 有14%的人因为这个病死 那这个病呢 本身呢 就是一种很慢性的癌症 嗯嗯 这一直因为这个前列腺癌本身的是 那个死胞不断新陈代谢 如果新陈代谢频率高的 那个这种分泌 这个器官呢 它就容易得到癌症 所以其实前列腺癌 在我们这男性年轻的时候呢 下一个核桃的 它的大小下一个核桃的 对 它的形状呢 就上一个 但是它会随着年纪增长 它会越来越大 大了 这是正常的 是是 但是如果 因为我听说呢 听说大概50岁左右呢 很多这个男性 会其实在前列腺的部分呢 会发现会点点癌细胞 可是这个癌细胞呢 有可能发作 有可能不会发作 是这样的吗 有人讲 那个你年龄几岁的话 就差不多就多少%你的机会得癌症 那50岁呢 比如说你50岁就50%机会 50岁是50% 60岁60% 70岁70% 所以年纪越大 对 它得癌症的机会就越高了 差不多这样子 所以它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它的症状其实跟那个 前列腺肥大症状是差不多的 是什么样的 排尿困难啊 少边会疼痛啊 有血尿了 还有那个 站在那边要等很久 才排到少边出来 所以这算是比较严重的症状了 早期会不会有症状呢 早期的 可以没有症状的 完全 那什么样子 可以发觉 我们也发现就有40岁的 病人得癌症 所以没有什么症状 也可以 那怎么样子去检测呢 一般来讲 我们是做那个指检 就是肛门 弹个手指指检 因为那个前列腺 你经常来讲 有一个中央靠头 你应该摸得到 这个 指头的检查 大概帮我们50-70% 早期的发现 OK 如果在 在进一步的话 摸到有东西的话 一般我们建议做那个 切片 切片 是最准的 OK 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现 我们还是要建议 他40岁以上那边 做一个抽血检查 PSA 叫前列腺抗云反应 这个检查 这个检查经常是4.0 如果你超过4.0的话 我们要进一步做一个自由的PSA 那前列腺抗云抗云检查 如果25% 你那个自由的PSA的话 低杀的话 你就会怀疑有Cancer OK 所以他的患病率 其实还蛮高的 很高 非常常见 你说呢大概就是50岁以上呢 就大概50% 不是我说的是 有些专家经常说的 哦 OK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呢 这个低率就越高 没错没错 没办法预防 没办法预防 癌症这个东西都没办法预防 那怎么办呢 就及早发现 及早发现 因为这个病本身很慢 就算你得了癌症 我很多病也得了癌症 他还可以活20年 20年 那有没有办法治疗呢 治疗有办法 是手术还是放射呢 还是 如果早期的话 就是第一期 第一期就可以手术把它 瘦掉 也可以有一些新的方法 用一些药 把它放进去 是不是 吃药也可以一个方法 但有些要把它吃进去 那个前列线 其实很多情风 都是很默契 很多病人都不理 来发现 那只是要普通 其他精重 那就是很默契的 对 默契 那就没有办法 哇 如果你早期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甚至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您还是建议 我们的这个病人呢 或是我们的观众呢 要抽血 要做治疗 定期的做检查 对对对 做治疗 那个治疗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其实前列线癌呢 就是会发生在男性身上 然后呢 年纪越大 发生的几率就越高 对的 但是没有办法预防的 你只能透过 每年部 早期检查 对的 然后呢 做这个治疗 是不是 那它的严重性 最严重最严重 当然就是会致死 对 默契的话 默契的话就会致死 对对对 所以其实观众朋友 你们要好好地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 那么呢 最后我想这个 请医师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呼吁一下 到底怎么样子 来这个维护我们前 男性朋友的前列线 40岁以上的男性病人 不管你有静状 没有静状 都应该找医生检查一下 最好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抽血 验一个这个PSA 前列线抗云的反应检查 看它有没有超过标准 我刚刚讲是4.0 像一般我们做 体检会检查这样子的吗 不会 如果来我诊所我会 我不知道其他医生 应该都会 嗯 然后的话 最好是能够做个 钢检 钢门检查 让医生摸一下 你的前列线有没有一样 有没有硬坏 如果有的话 就记忆不要做切片 这是最好的 早点筛检的办法 是 所以呢 其实我们要留意自己身体的状况 同时呢 早点做检查 早点呢 可以做治疗 是不是 好 谢谢王医师 谢谢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下个礼拜 同样时间 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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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